小董真心話 各位朋友 有沒有被搖醒 其實 地震來了 每個人 的反應不一樣 但我今天碰到的人 大概都跟我講 哎呀 昨天被搖一夜都沒辦法睡 的確是 這是一個遺震 遺震 大家當然想到就是 0403的花蓮大地震 昨天三點都搖了以後 花蓮又倒了兩棟 這兩棟本來就快倒了 被列為紅丹 那他們是覆蓋跟 喔 統帥 所以喔 各位朋友 天有不測風雲啊 人有旦夕霍乎 喔 你可以看到 生命在這方面時候 他表現得非常脆弱 這兩天我看到一個新聞啊 我一直沒講啊 媒體也沒怎麼報導 台灣我還沒看過有什麼 喔 電視台在報導 前幾天喔 以色列 喔 又在加沙 左廊攻擊 結果有個懷孕的媽媽被打死了 醫生趕快去搶救肚裡的嬰兒 這個嬰兒是女嬰啊 救活了 媽媽已經死了喔 在媽媽已經死了 情況下發現她 她肚子那麼大 她是 她是一個孕婦啊 她被以色列人 殘酷殺戮啊 然後 喔 大家要搶救生命 這個嬰兒一定是不足業嘛 可是大家趕快牽拔牆 喔 這個嬰兒救下來了 各位 這就是我們跟 生命在搏鬥就是這樣啊 喔 那你看 布林肯這兩天要進美國啊 他說我們美國喔 對於 以色列我們沒有雙重標準 美國是一個畜生國家 布林肯的畜生之極 他講得花人性嗎 對不對 大家講 美國前兩天我們台灣每一家媒體 前天啊 週天所有的報紙都做 哎呀 美國 眾議院通過了650億的美金 其中有19億要給台灣 這裏面為什麼會通過 因為主要是要給以色列 兼給烏克蘭跟兼給 台灣或其他地方啊 主要是要給以色列 給以色列幹嘛 去殺人啊 各位 我講這次一個 一個殘酷的那個 各位都很清楚 我們碰到生命的時候 搖一搖 大家都會怕 大家都覺得 哎呀 等一下 萬一是一個大地震 是啊 我剛進來 現在是上個廁所 因為早上喝了水嘛 我都覺得 哎 奇怪 是不是在搖 是在搖啊 我說 哎 我怎麼在晃動啊 我心裡想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好 但是我知道 因為已經搖了一百多次了 早上大早看新聞的時候 他就從半夜到我看新聞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 統計是八十幾次 八十幾次 下來又搖好幾次 我自己都很有感的 我就知道說 現在應該超過一百多次了 那 各位想想看 當我們在碰到搖的時候 你會想到生命 等一下 如果搖了怎麼辦 你會害怕 那加薩走廊那些怎麼辦啊 隨時有炮彈打過來 那個才恐怖啊 我小時候 我們也會怕有炮彈打過來 但是 畢竟是 深夜 暗摸摸才會打 白天不會打嘛 白天不會打 各位朋友 好 那 你說 白天不會打 是沒有錯啊 他都晚上打 這個時候你不能不相信共產黨 不能不相信習近平啊 馬上就說 要相信習近平的時候 你看 前台鋪天蓋地 你跟人家談判 你說我先決條件我不談你 我不相信你 不寧可現在要去大陸 他說中國大陸 種族媚絕 我說政績拿出來 你們講了五六年了 政績在哪裡 拿不出來啊 什麼叫種族媚絕 美國人拿炮彈 免費給以色列 去打加薩走廊 這個就叫做種族媚絕啊 這個是不是畜生 是啊 全世界死一非命的 回教徒 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美國人打死的 是不是種族媚絕 是啊 美國每天在講 哎呦 不寧可說 我們沒有雙標 你是畜生 你講話誰信啊 各位 我講就是這樣 碰到這種 這種事 你怎麼去解釋 沒辦法解釋 大家都有良知嘛 我在跑新聞的時候 大概三十年前啊 那時候調查員 奉的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的命令 其實一定有更高層 他們去清華大學抓四個台獨了 那時候大家都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進入校園 清華大學校長 說警察沒有我們同意是不能進入校園 所以校園要自治啊 然後前台灣大家都支持 警察不能進入校園 四天前我就看美國的警察進入 哥倫比亞大學抓走一百多個學生 學校還對外講 這些學生會被退協 各位什麼叫公道啊 美國不是很民主 校園不是很神聖 沒有 四天前小總看到 不相信你各位朋友可以上網嘛 這些學生 說他們發表反猶太的言論啊 怎麼可以反猶太 是啊 什麼我們都不能反啊 因為猶太是一個種族嘛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反種族 你有種族的歧視 是啊 我有時候看這些都非常可笑啊 你知道鄭南龍跟我是認識的 鄭南龍主張什麼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我的言論自由 你如果覺得說涉及污辱 譬如說小董被告 人家認為說你涉及污辱啊 你罵誰畜生啊 沒有錯 我天天都罵民進黨是個畜生黨啊 下山爛啊 不要臉啊 我天天罵啊 民進黨去告我啊 告告看啊 民進黨過去告過我很多次啊 他現在自己不告 他找手下的人告啊 他自己黨中央不告 我就罵你是畜生黨啊 我可以證明啊 民進黨執政除了撈錢還能幹嘛 各位我可以證明啊 是不是 那這種 是屬於刑法上的 你要告我 是啊 那你不是推同鄭南龍嗎 賴清德前幾天去鄭南龍 得一個追思會 說他現在要幹嘛 要國家 跟有那個主權 社會 要跟那個和諧 然後呢 第三點說什麼 他要洗滴人心啊 我聽你在放屁啊 你自己都沒有人心了 還要洗滴別人的人心啊 你們民進黨還有什麼心 除了撈錢還有什麼心 沒有嘛 習人心很多人聽了不可思議啊 習人心是要怎麼洗啊 控制更多的媒體 現在只控制90%是不夠的 他控制到99%也不夠 我告訴各位朋友 他絕對沒辦法控制我 民進黨是個畜生黨 我不會改變這個講話啊 是不是 本來就是啊 他們告我 說哎 你有沒有講 我說有啊 我說我在法庭再講一遍 民進黨就是個畜生黨啊 垃圾下山爛不要臉的畜生黨啊 我就罵 我照講啊 怎麼樣 不然你證明你不是啊 我講我是 我是有很多理由啊 我不是憑空 講出這句話啊 你做了哪些事哪些事 所以你是答案你就是 就是這樣 我罵美國人 我也不是憑空就講 美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我講你在殺戮 對不對 殺人 今天你把一個孕婦殺了 可是我們看到人性 看到的感動就是 孕婦已經死了 然後大家在搶救裡面的女婴 這是發生在加薩走廊的 然後救出來以後 每個人隨不感動 醫生 人民 或者看到鏡頭 或者看到這新聞的 或者你沒看到新聞 現在聽小董轉述誰不敢動 因為我們把一個生命把它想出來 可是反過來 有人在撲殺生命 這個撲殺生命人是誰 是美國人啊 那那你你有辦法雙標嗎 作為一個人你有辦法雙標嗎 有美國都在雙標啊 這個畜生國家都在雙標是不是 可是 裡面很多學生 或很多他們長期受的教育跟家庭的家教 他覺得這是不對 他在美國反對啊 為什麼美國的政府還要繼續支持四天前還要撲錢給以色列 因為他這錢不是拿錢給他啊 他給的這個錢是什麼 是怎麼用法你知道嗎 是給你相等的武器 各位你懂吧 這些武器是美國政府跟美國的金火商買了以後 拿來送給以色列 送給台灣送給烏克蘭 這是我們援助的金錢 那錢誰賺走當然金火商啊 啊金火商 金火商是美國選舉最大的金主啊 包括拜登包括川普 包括每一州的州長 包括所有參眾議員選舉 最大眾的監款都來自金火商啊 所以他是一個共犯結構 各位就這樣 你看到生命在流逝 跟美國人有關啊 我們看到生命被搶救 我們很感動啊 跟美國人無關啊 因為他是被美國 被以色列這些國家撲殺的 一個 一個 僅存的一個生命啊 各位 我講這是一個很簡單道理 大家都知道 你說小董今天講的好嚴肅喔 沒有 我講其實不嚴肅 搶救生命 其實是一個人本來就該做 對不對 尤其這個生命他是人啊 我們前面為了搶救小貓 大家都是要討論 搶救那幾隻雞 我們天天在吃雞 為什麼要搶救他 我們常看到貓在路上被撞死了 為什麼要搶救他 因為我們做得到搶救 各位你懂不懂 我們做得到 我們要去遵循啊 我們 什麼叫做得到 貓突然衝來馬路 我車子煞車不停把他壓死 我也不想壓死那隻貓啊 我也不想壓死那隻狗啊 可是他突然衝出來啊 他不一定看得懂紅綠燈啊 你懂吧 他可能在那邊受到驚嚇 趕快穿到馬路 我車子來不及 我把他壓死了 簡單講就這樣 這個我來不及啊 可是今天 黃子倒的貓在裡面 康老師覺得說 那是我的愛貓 我進去 結果康老師被壓死了 那其他人說 我們趕快救 我們不只要搶救 這隻貓 還有其他貓啊 對不對 還有其他貓啊 那大家想說 對啊 那生命當然應該搶救 沒有錯啊 所以大家搶救了 當最後一隻貓 被救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感動啊 很多人講 哎呀真是 如果這都救出來 連雞都在救 你天天都在吃雞 為什麼要搶救 那也是人家的寵物啊 那我們 不要看到他殘忍的 被壓死嘛 各位 這就是一個人性 那 當然啊 看到這樣一波接一波的 地震 你第一個想到的生命 自己的命啊 但是小董達把他隐身啊 隐身 我講了 一個孕婦被以色列人殺死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搶救他肚子的孩兒 這生命 被搶救出來了 各位 這個叫做人類最 最大的普世價值 生命有很多種 人的生命是最可貴 因為跟我們同類啊 我不是講說 人高一切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因為人跟人 總是想跟我是同類嘛 所以 人的生命 在人的理解裡面 就會高出一切嘛 對不對 那其他 動物的生命 有的生命是 他生出來就是被吃的 你說我反對 是 我要吃素 那你要吃的素 裡面有菜 有植物 他們也有生命啊 你又怎麼要吃它 當然小董也可以 這個就陷入了詭辯了 這個不需要啦 你怎麼講 人總是要靠一些東西來存活 不是動物就是植物嘛 或者動植物一起嘛 植物也是有生命 但是這個不要變下去 因為這是無解的 我講就是 我們至少要珍惜人的生命 因為從一個地震來講 那如果照這樣看下來的話 這個地震 那真的是沒完沒了啊 但是我覺得 在整個台灣社會裡面 大家想到的就是這樣啊 我們 在今天啊 其實台灣今天會有幾個大的新聞啊 當然 一個被討論好幾天的 憲法法庭啊 就是過去的大法官會議啊 今天要討論一個 執行死刑 到底為不為限啊 這本來就是一個吊詭了 那大家也知道小董對死刑的態度 我講很多年了 很多年是至少20年了 至少20年了 我的態度從來都一樣 我主張有死刑 我主張要有核電啊 核電我 從我三十幾年前跑台電 我就主張 要用核電 因為它乾淨嘛 我自己看到了 自己去採訪了嘛 煤礦是比較髒的 煤礦對地球的破壞是很強的 天然氣對地球破壞也很強 因為火力發電嘛 民進黨政府要百分之八十的火力發電 百分之二十的利人 利人他又做不到 現在連死都做不到 所以就一路在騙 那我很早就講了 大家也不是第一次聽我講 所以我今天不會重悟這個 我只要告訴你憲法法庭的 這個討論那麼多啊 它其實裡面很多東西 它不是公正的 那這不是公正的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空間啊 不過民進黨不太在乎啊 因為民進黨即使現在老百姓罵他 罵得怎麼樣 他嫌疾他就有辦法贏 民進黨就很會嫌疾 因為你嫌疾是一瞬間的 有些人當然根深蒂固 譬如說我一定根深蒂固 我每天罵民進黨畜生黨 投票前戲 我們是不可能投他的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可能投他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黨在台灣搞 搞對抗嘛 對他有好處嘛 他簡單講就這樣 但是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會覺得說 那 我們 我們怎麼會 我們會怎麼會容許他 因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情嘛 老百姓本來 你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以色列印度被殺 我們搶救生命 大家的感情看到都會 都會很有感覺 要搶救 可是到了投票的時候就不一定了 我們他就會用仇恨了 仇恨就告訴你 這小孩子媽媽本來就該死了 應該 唉唷 邵不進 春風吹牛聲 應該連這個你了 你的嬰兒一起殺 免得他將來怎麼樣怎麼樣 他可以民進黨用這個仇恨 仇恨就蓋過這一切你知道嗎 民進黨選舉是靠仇恨在動言的 這個仇恨就要仇恨 仇恨中國大陸 那他 因為他的鋪陳是非常綿密的 讓你覺得說你很愛台灣 你是很有熱血的 那不曉得你已經陷入民進黨的泥澳裡面 跟他一起做畜生 陷入了阿比滴意 然後自己覺得自己是很正義的 就這樣啊 那你陷入了就是一個這種情況的話 那可能你可以先懈了一部分 哇 對中國大陸都不滿 都不滿 最可笑啊 各位我講什麼叫生命啊 什麼叫生命 就一個人可以活著嘛 他即使沒有好好的活著 沒有好好的活著 譬如說他有生病 他少了一條腿 一隻手 眼睛瞎了 可是他還是活著 活著 你說他果言殘喘 可是他活著很快樂 他昨天覺得很充分 有人掃一條腿 掃一條胳膊 眼睛看不到他還是很快樂 耳朵聽不到他還是很快樂 對不對 他是個殘障人士或怎麼樣 他覺得至少我還有命啊 我雖然比上不足 比下有疑 是不是是這樣啊 所以生命只要活著 就有他的尊嚴 那很多人 拋棄一部分的尊嚴 只為了讓自己活著 這個這些都很可貴 表示說我們 人的生命 他其實是希望自己能夠活著 當然有些人選擇不一樣 他選擇自殺 那我一直在節目上講 你要打1995 1925 因為你周遭還有關懷你的人很多 你的家人絕對是啊 你的朋友絕對是啊 但是各位想想看 我們做這樣的努力 其實到了選舉的時候 都風吹吟善善啊 沒有用 因為你做什麼努力的話 民進黨帶來那種仇恨 他可以讓你很多人就 集中 要投民進黨 然後覺得自己才是公義 才有道理嘛 民進黨完了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一直是成功的啊 畜生最會鋪陳這種情況 他們不講人性啊 對不對 他們不講人性啊 然後什麼人性呢 人性到了這時候仇恨 要給對方是回事 斬草除根 就是那種 但我們不是啊 我們人跟動物最大不一樣 也在這裡啊 各位朋友 我有時候想 我們 尤其像小董 我每天每天在這邊評論 在這邊罵一些人啊 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 有兩個老大哥啊 小董 哇 看到你好開心哦 哇 真的 然後我就拉著我說 他們要去那裡 吃我們這家有名的牛肉麵 我沒關係吃 我說不行啊 我節目要到了 快十二點了 哎呀 真的 碰到太開心了 叫你小董有沒有關係啊 我說沒關係啊 你們年紀本來就比我大 那 其實你有時候看 我們講的有些人會肯定 有些人不喜歡你嘛 譬如說像我劉原本 每天就有一堆人來 齁 那什麼他都可以 他不喜歡你 他怎麼都可以嫌你 你袖子撿起來 他都有話講啊 各位這種人就算了 對不對 懶得理他嘛 對不對 你本來 他不喜歡你 連這個都可以講 那你就不喜歡 但是我是奉勸說 啊你不喜歡你就不要來嘛 你到我這邊來幹嘛 是不是 我不會說我一定要多少人 我自己不嫌疾啊 嫌疾喔我們總希望最大公會數 討厭我的人都能投我 都勉強投我還是一票 我不要啊 我希望你能夠聽我的 因為你認同我嘛 覺得小董代表的是公道嘛 是一些信息的傳遞 還有分析 你覺得認同嘛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 我並沒有要求說 我一定要有多少聽眾 多少百萬網紅千萬網紅 我也沒有要求這個 但是我希望更多人 你聽小董在分析 你聽小董最厲害的 我就是用來做比較 我用來做比較啊 比較民進黨做這個 國民黨做這個就被罵死了 就不能 對不對 民進黨就可以鋪天蓋地 我講的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那你叫公道嗎 公道就是你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 這才基本的公道啊 不是民進黨變成有特權 可是在台灣社會 民進黨是一個特權階級 他跟他的支持者 做什麼都可以啊 司法會縱容他 媒體會放過他 啊他們鋪天蓋地 做什麼都可以 各位朋友 我講這個 我只是 淺薄的 需要一些公道嘛 所以我拜託很多朋友 把我在YouTube 傳給你朋友 看小董講的東西 是真是假 是不是公道呢 百瓶大戶 我們是人喝水 好 謝謝 我會要不要先講一下 今天的行程 是 我等一下上東森的5G新聞報 謝謝 非常感謝 好 那我們要先把昨天最後來尊念到 卡洛路 卡洛路 謝謝 非常感謝卡洛路 那 泰 常常來討論 我非常感謝卡洛路 始終的堅持 那 他就請我喝咖啡 非常感謝 昨天也有 昨天也有 然後 吳明浩天 謝謝 明龍上星期不投票 你怎麼看 謝謝 然後李道揚 謝謝 非常感謝 亞太金額會議 台積電董事長 張忠謀在私信 講三分鐘 從中華台北 這是過去 那 蔡總統 不以為意 各位朋友 民進黨做什麼都可以 那時候 大家記得道揚 然後 那個 柯小姐 謝謝柯小姐 他從會議賓來抖內我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然後送炳龍 其實炳龍 他也是我們好朋友 每天 他沒有留言 來看我們 來支持我們 然後道揚 謝謝 謝謝道揚 非常感謝道揚 謝謝 董哥好文 是 謝謝 非常感謝 吳昭儀 是 謝謝道揚 道揚的文章要看 昭儀從新竹 來支持我 非常感謝昭儀 感謝 道揚再次抖內 他引述真誠報 小董 有一些人 修理自家人 沒有錯 小董 他 講的都是很氣 非常感謝 各位朋友 看看 道揚引述的文章 真誠報 講講人心不古 法官坐領高薪 司法都不能拉克 沒有錯 各位朋友 其實我們有很多觀點 那 講出來的話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來討論 謝謝陸佩黎 佩黎是好友 請問董哥 是否認為廢死 是否可以用 公投來決定 陸廢死要給這些 不是人養的 不是人的人 養老送中 他們的民宿要蓋在哪裡 是 蓋在民進黨中央黨部 最容易 謝謝 謝謝 溫森晃 謝謝溫森晃 感謝 是他 年輕的好友給我支持 還有朱金剛 感謝金剛 非常感謝金剛 馬拉克基 非常感謝馬拉克基 還有愛里克斯 三字幕 他們都全力的支持我 非常感謝 好 我們要準備回現場囉 歡迎小董真心話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剛剛講的 那種對生命的追求跟探討 剛剛看到有朋友在留言板 他說那如果能不能用公投 其實你用所有的民意來調查的話 都很清楚 我們是不 不主張廢死的啦 可是大法官的那些法官 十五個大法官有八個曾經主張過廢死的 曾經主張 不管講的 或者寫文章表達的 他們都有這樣 各位朋友 那這些 這十五個大法官全部是由蔡英文提名 民進黨是一個廢死 廢死的黨 可是他嘴巴講他沒有 他們實際用行為都很清楚 各位也長 你如果長期聽我節目 你就知道 小董對這些我是批評過很多次 代表民進黨的雙標又棋職 今天上午國民黨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記者會簡單講 就是準隔魁的副手 鄭麗金 隔魁卓龍泰副手鄭麗金 過去當文化部長 我超級瞧不起鄭麗金 因為鄭麗金過去當立委 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他告訴我們 核四可以不用做 因為台電把電藏起來 藏起來的電 的電力 有 1.7座的核四廠 所以我們不應 我們現在是不應該 核四廠不用蓋 不用蓋 那請民進黨已經執政八年了 鄭麗金又幹 蔡英文的內閣格言文化部長 現在又要幹賴清德的行政院副院長 他應該把這些藏的電都找出來啊 我們現在不應該到處停電啊 各位朋友 我講這是一個簡單道理啊 對不對 我講這是一個簡單道理啊 那你想想看 所有在台灣 我們其實很多事情 講的會公平嗎 國民黨開了記者會的內容 他講怎麼樣 鄭麗金的老公叫沈邪龍 學校的邪光榮的龍啊 這個一定要轉述 因為看了其實令人很不爽 超級不爽 沈邪龍在台灣開了一家叫台灣雞池 雞住的雞 雞住正義的雞 池呢 池就是陶池的池 池氣的池 他開了這家公司 然後他在大陸的東莞 開了一家公司 叫方策 四方的方 策類的策 這一家是他的子公司 其實是白手套 他在那裡賺錢啊 他賺錢 在中國大陸賺很多錢 他裡面給人家的 不要你要跟人家做說明 給人家的這種說明書或什麼時候 用的都全部是台灣雞池的一些檢驗報告 比如說我的產品 符合哪裡哪裡 我的產品過去獲得怎麼樣好評 他裡面的相關的資料 還是用台灣雞池 證明這是一家沈邪龍開在大陸的子公司 沈邪龍是正義金的老公 家產數十億啊 所以說民進黨每次過去我們在報道或在寫說 哇 監察院 那內閣誰最有錢都 都是正義金嘛 為什麼 因為他老公有錢 他跟他一起有錢 財產數十億嘛 啊 數十億 哎呀 好羨慕喔 巧心啊 齊小欣 哎呀 早餐店的小妹妹 對不對 一個勞力士被人家講成這樣 哎呀 大家看小董穿格子 小董 我也有一些名牌啊 我穿格子也有很多名牌啊 有什麼名牌 小董 我 我 我有 我有 好像有一件Burber Lui 一個朋友去歐洲回來 齁 就送給我 有一件大紅的 短袖的 我有印象了 我一個好朋友 小董你穿這件 齁 小董有Burber Lui 啊 小董 我也沒裝窮啊 我在節目上有講很多次啊 五月要繳稅 我都繳很高的稅啊 齁 所以 你看繳稅就知道 小董 沒有裝窮啊 但是 我對穿著不一定很在乎 但是 我穿著大概都是格子嘛 所以朋友要說 哎 送給你 送給你 什麼 很多人就想到 送他一件格子襯衫 所以我 我也有很多名牌啊 那 你說小董自己會不會買 齁 其實 一般人都會啊 我也會啊 我想說 哎 這一件不錯 這種格子我好像沒有 啊 多少錢 這件襯衫 我有一天 齁 碰到一個朋友 他在演藝圈非常有名啊 他說 哇 他弟弟齁 有一些 也在進口衣服 問我要不要下去看一看 就挑一件吧 齁 那件是名牌啊 齁 那我 我就跟他買 他說 哎呀 算便宜 六百塊 那是英國的 很有名的牌子齁 齁 我就 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說 不 不能這樣 他就沒關係 齁 那碰到好朋友 我這好朋友已經過世了 所以講他應該也沒什麼關係 齁 我也非常欣賞他 他叫李立鳳啊 都叫他鳳姐 大家知道過去演 齁 演那種 嗯 賈泰金 大家知道紅樓旺的賈泰金 哇 紅樓旺的靈魂人物 賈寶裔的祖母 對不對齁 他都演很有威嚴的 齁 他演技非常好 那 齁 我我其實 衣服常常有一些故事 有些朋友送了 有些自己買 自己買也會有故事馬 但是別人送了故事更多 齁 那我們 阿 俠統 你都在送 別人都這個付你 那個 哈哈 那当然啦 朋友间本来就会有些往来嘛 有些往来啊 那他送我 下次我可能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我送他 对不对 或者好久觉得他来了很不容易 大家吃个饭 我请客啊 都会这样 我老实讲 人跟人本来就有这样 可是我刚讲 沈邪荣财产数十亿 在东莞开了一家子公司 赚中国大陆的钱 赚红钱啊 诶 郑义坚现在要入阁 还要当护阁奎 这家公司 其实赚很多钱 2019年郑义坚那时候当文化部长 然后有人爆料 你老公在大陆那个 他说没有 我们我老公在大陆没有投资 那时候有露营 郑义坚 你是不是公开说谎 那时候 我老公在大陆没有投资 而且 我们老公在大陆也没有任何职务 然后呢 他已经十年没有到过中国了 2019年 郑义坚 讲的 有露营 有露营 也没有人有办法骗 骗这个过程嘛 那现在呢 国民党今天开机车会 没有啊 现在还在做啊 你老公十年没去中国 没有投资没有职务 那是骗大家吗 今天上午国民党开这个记者会 他其实就是 你们民进党 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人家去大陆做生意 反而是很欢迎大家去 你去的话 或者去东南亚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小董 我从来不鼓励大家去 哪里投资投资 你自己要选择我 我不做生意 我也不懂生意 但是我告诉你 世界每个地方 做生意都有风险 对不对 当然是有风险啊 哪有保证 到哪里 一定赚钱 啊你赔钱就要 骗天 哎呀 我在大陆投资赔了钱 你在台湾投资我会赔钱啊 你在美国投资我会赔钱 你去哪里投资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要骗天尤人啊 我告诉你 但是多了一个选择 台湾人去大陆做投资 的好处在哪里 语言相通 宗教习惯 信仰什么都一样 你比别的国家来做投资 别的地区来做投资 你占尽了天时地利 对不对 我讲这是实时嘛 你去东南亚 东南亚你觉得那些人比较懒 没办法沟通 讲话听不懂 是 他有个的优点 但是他可能现在的工资 比大陆还便宜 各有各的好处 都是你自己要做考量的 那沈邪荣 被郑立军这样开招说 我老公沈邪荣没有投资 没有职务 十年没有到中国 那这东西 现在国民党丢出来了 那这家公司呢 台湾基石公司1996年在台湾成立 那2010年呢 东莞的基石成立 2010年谁在当总统 马杨九 那 曾一斤的老公沈邪荣那时候就过去投资了 2010年 叫东莞基石 那2012年曾一斤选上立委 那时候马杨九也在当总统 2012年 曾一斤选上就是蔡英文输给马杨九 总统大选那一次 好 他当选了蔡英文漏选了 那一次 那他们就把这家台湾基石的公司啊 本来是沈邪荣嘛 啊因为曾一斤选上了嘛 选上以后要干嘛 要申报财产啊 所以申报财产赶快 改成 沈邪荣的女儿叫沈亿啊 飘亿的亿啊 这名字很像武侠小说 沈亿飘亿 那改成沈亿以后 2016年 曾一斤当了文化部长了 文化部长 那沈亿是你女儿 这个好不好 不好嘛 所以就改了 请公司一个人来挂名 这个人叫胡佩利 佩是佩胡的佩 利是呢 就是安娜杰利的利 好 那 安 他就变成台湾 东莞基辞的负责人啊 2018年 胡佩利 就辞掉董事 当然就不能干董事长了 那2020年 他把东莞的基辞啊 改成东莞的方策 四方的方策略的策 同样的结构 同样的做生意 那做生意里面 显现的这些东西都是台湾基辞的 不管检验报告 你要去说服人家投资你 我这是通过哪个 那些都是台湾基辞的 各位 那这个就是一个包装啊 就是一个子公司的包装 人家做这样子控 郑义坚出来讲啊 你当年说你老公没职务 十年没去中国大陆 然后也没有投资 现在这个叫做投资啊 子公司叫做投资啊 你说我没有职务 上面没有挂名 我相信啊 因为这个要规避嘛 我没去中国大陆 我也相信 因为你要规避 你进去人家就知道了嘛 那你有没有投资 你有没有赚红钱 讲清楚啊 讲清楚啊 要不然你就不要进入内阁啊 你就辞掉嘛 职务 好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三字幕 是三字幕 非常感谢 是三字幕 酷的 他给小董一个那个 张梅华 非常感谢张梅华 张梅华 刚刚我在中广 他还多内我 非常感谢明星见性 非常感谢明星见性 那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明星见性 他给我的是 两看漂亮的图 还有都督也来了 都督给我一个冰淇淋啊 都督怎么知道 现在超商在打冰淇淋 买一送一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很 很适合这个季节天气的 然后 我们这些超商在 互相在拼 买一送一 当然买一 很好吃 送一更好吃 因为便宜嘛 谢谢都督 再次抖内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然后 姬密立 他说应该 不执行死刑 是否违宪 是 OK 谢谢 他讲了有道理 好 谢谢 然后蓝道夫 谢谢蓝道夫 人活着才是应道理 没有错 真的就是 活着 大家知道 大陆有个作家叫 宜华 他写了一本书叫 活着 那这本书我看了两遍 看了 很感动 他也 这部拍成电影也很受欢迎 好 谢谢 陈维提 是 谢谢 我们老乡 从新加坡 然后董哥记得喝水 他讲得非常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柯柯马 董哥最棒 董哥要喝水 是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董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刚刚讲到的那个牛肉面 有人在问是哪一家 在操作这60项 他叫 他是年纪 其实 我们这条巷子 这 大家知道和平东路 这条巷子 和平东路二段这里有个台电 以前台电总公司在这里 他后面整条巷子过去是卖牛肉面的 后来因为他占用台电土地 而且那里大家经过不方便 所以通通被赶走了 那很多人就分散到附近 所以我们这里有几家牛肉面是好吃的 这一家叫姓林 双木林 他就是一个桶子 那还有一家叫姓王 他现在已经搬到金华街 各位朋友都可以看看 朝周街 大家笔记起来 是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是牛肉面达人 很多朋友喜欢问我 那有一次 有个张大哥 他跟我讲说 我跟我爸爸都好喜欢 可是张大哥 因为他都在国外做生意 他很孝顺 他爸爸要什么 他就支持他什么 爸爸也很得意 有一次他跟我讲说 董哥你能不能多包一些好吃的牛肉面给我 让我爸爸知道 有啦 各位朋友 当然有 我过去有个节目就叫小美食地图 你可以上去找一下 当然那只是一部分 我在台北吃过牛肉面超过百家 但没有不好吃的我也没有包 我通常都选出十几家来包 简单讲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 因为刚刚有人 我突然触动了 我们人生 有时候你会寻求一些美味 你说这牛肉面好吃 你不会天天来吃 对不对 我们人生也会求一些什么 我有几件好的衣服 我刚小董讲 我有伯伯如呀 蔡英文穿伯伯如有没有人吗 没有 洗小型你怎么可以有劳力士 骂他那些人我就看不起 他们开窝窝的跑车 我都懒得再讲 对不对 人总会有一两件好的 总会有一些珠宝 尤其女生 有一些手表 有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 每个人都会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 小孩子当然不算 我说我们每个在社会上经历的人 为什么 今天我表妹结婚 我是不是要穿个西装打个领带 你也有西装 你平常不是在做清豆腐在干嘛 我还是要有 你知道你穿好的东西 去参加人家的一些喜庆 它是一个礼貌 各位懂不懂 我们作为人 跟动物不一样 我们是有一些规矩 一些 一些礼数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你就是这样啊 你说我就高兴这样穿 我要穿短裤穿破的 穿偷鞋去参加我表妹的婚礼 那你这对人家就不尊重嘛 你能不能穿得整整齐齐的 对不对 我讲这就是一个尊重 你身上的配件代表 对对方的一个尊重 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所以人都会有啊 民党用这个来打喜小心 我其实 我也大家也很清楚 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垃圾下山烂的出身党 你不用讲 但是今天我们在台湾社会 它有一个东西是很可贵的 就是说小董 我们是被归为蓝营 没有话讲 因为我们很讨厌民进党 蓝营我们虽然也批 可是大家谁说你批了就比到怎么样 好 没关系 蓝营替大家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这环境两岸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 对不对 你不要仇恨的环境嘛 那两岸的环境 你不要仇恨嘛 你爱不爱去大陆是你的事啊 你不要每天讲 什么仇恨啊 怎么样都搞这样 对不对 那你仇恨的话 你把人家两个移民都搞死了 两个都越了 你也不闻不问 你不是畜生是什么 那移民的生命不是命 各位 我讲这就简单道理 但是台湾 他这个环境 跟全世界 我们对于言论自由 或怎么样的环境 我们其实有一个标准 这标准是什么 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表达 我有很多事情 我也可以不表达 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反对 我也可以表达 虽然我内心 可能没有意见 或者我内心有意见 但是我不想讲 这个就是一个自由的限度 你懂不懂 所以我在节目讲很多年 讲很多次了 我说你去中国大陆 你在台湾 你内心其实是倾向台独 可是你去大陆 没有人会逼你说 你给我讲清楚 你是不是主张台独 没有 绝对不会的 你讲那些东西都是错的嘛 沈邪荣在大陆 赚那么多钱 他老婆就是郑立金啊 他开一家子公司啊 叫东莞方策啊 东莞在广东嘛 四方的方策略的策 他过去叫东莞基池嘛 基住的基 陶瓷的池 那他一直在那边赚钱啊 赚红钱啊 他老婆在这边当高官啊 他们就反对两岸 反对EK法 对不对 支持太阳花 支持太阳花的人 现在在中国大陆 也在赚钱啊 周楚楚山海 那些人不是吗 周楚楚山海赚了30亿了 在中国大陆赚了30亿台币了 那又怎么样 因为中国大陆未必知道 他们是很反对台独的人 来这边赚钱 可是他未必知道 你是有台独背景 或者跟台独有什么关系 未必嘛 那甚至他有些东西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我有时候在节目上 我就说 哎呀 最支持台独还不是那些共产党 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 还不是你们那些共产党 是不是 好 那我讲台湾是个自由社会 很多事情你不一定要表达一件 就像有朋友 刚刚我看到了 他说你对于台湾民众党 在立法院 不投票 不进场 不表示态度可以 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那就是你要对民众党有一个新的评价 国民党认为说 两改方案应该送到立法院 让分组大家来审审看 来讨论看看 对不对 你不能在 一读的时候就把它封杀 各位 我在节目上解释过立法院的情况 今天 有一群人 他们联署过来 他们可能就国民党一群人 也可能民党一群人 他们提了案 说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来讨论 那我们在一读会就把它封杀 什么叫一读会封杀呢 就说立法院有三个读会嘛 一读二读三读嘛 一读会哦 他在审查时候 他没办法前 113个立委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讨论三年也讨论不完 所以他们有一个机制 前台湾所有的 民主国家也一样 都有一个分组的制度 这分组就把我们行政部门 所有的 把它绰合起来 譬如说 外交跟国防政府 很接近 都需要有一些机密 所以我们外交国防是一个委员会 那内战呢 内政 管警察 管消防 这个我们是不是有个委员会 内政跟这个相关了 啊 环保 卫生 是不是应该也 这跟人 吃的周遭环境比较相关 是不是个委员会 是 所以我们立法院就分做八个委员会 台北市议会 各地方议会就分个六个委员会 像交通 交通你就有捷印 有交通局 这些人相关的 就要把它纳入进来 各位懂了吧 那要不要让他到委员会去审查 民进党说不要 我们就像以色列 一样 这个应路要生小孩了 我们就把它打死 不要让小孩出生 各位懂了吧 那国民党认为说 这个至少应该让大家到委员会来讨论啊 对不对 讨论以后他觉得可以够就给他够啊 那民众党不表示态度 各位现在看到了他在问的就是类似这样 我觉得不表示态度也是一个态度啦 就是说第一个我可能我在观察 民众党在观察社会上的氛围是什么 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要表决 现在表决只是表决到那边去讨论的表决而已 你能不能到那里去讨论 国民党又把民党 他把他复议又把他 本来民党把他封杀了 因为国民党出席数不足嘛 国民党回来以后又把他 又把他放过来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 所以现在只是让他 让这个小婴儿出生 出来而已 那将来这个案子会不会够 要三毒 所以他还要二毒跟三毒 那你赞不赞成 他在委员会先让大家来讨论 民众党现在的态度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觉得说 没关系 我们有没有加入 我们先不要表示我们态度 那我们让他到委员会 委员会到时候就会有攻防 媒体就会报道 我们看社会的情况 我们再来表达 因为我们表达在二毒会跟三毒会 都可以表达 各位我解释这个是比较那个 比较婉转的 但是也有可能他是投机 那民政党要不要表达 我觉得每个政党 他有他的攻防 因为柯文哲是喜欢来这一套 他很多东西他不一定要表达 他下令不要 我们现在不要表达 反正我们没有去投这个票 他还是会送到委员会 委员会我们再来观察 我是用这样来看 那这个两改 到底有没有讨论空间 当然有 因为他物价 跟过去差别那么多 那你是不是还死索这一块 当然各位可以看看 我觉得讨论可以 那够不够到时候 其实名利很重要 我知道国民党也很多人反正 我们是要喝水 是谢谢 然后我们刚刚念到 柯柯马 柯柯马 非常谢谢 董哥最棒 董哥要喝水 非常感谢 阿翔 阿翔 感谢 董哥说得好 谢谢 非常感谢 好项目老赖 都没有经纪送我 劳力士 对阿 老赖 老赖不但有 一个超级大维建 叫赖皮疗 还有三颗劳力士 我很建议 520看到我们 我们新任的总统 手上挂三颗劳力士 然后给外边看 你看台湾真是 very rich very rich 有钱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